我是全网黑的胡卡女星 参加荒野求生直播 岛上突然出现丧尸 末日降临 没人再顾得上镜头 当红小花拉人垫背 影帝翻脸杀人 所有人都不知道 直播并没有中断 末日只在小岛上 夏天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一定要把握住啊 经纪人杨姐丢给我一纸合同 伸手在上面另一个名字上点了点 瞧见没 江燕也在 这次就让大家瞧瞧 谁才是真正的功夫女星 我盯着那个熟悉的名字 叹了口气 江燕是我学妹 我们两个毕业于同一所武术学校 我一毕业 就顺利进了演艺圈 以功夫女星的身份出道 当时公司大范围通告 说我不用替身 所有危险的打戏都是自己上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我打戏出色 样貌清丽 在观众中口碑很好 直到那次我背部受伤 有几个动作做不了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导演让我找个替身 我给他推荐了江燕 江燕和我身形相似 以前在学校虽然成绩垫底 但几个打斗动作还是没问题的 戏拍得很顺利 导演对江燕也很满意 谁料第二天 片场江燕给我当替身的照片 忽然上头条 媒体一窝蜂去采访江燕 问是不是以前所有的打戏 都是他替我的 他看着镜头 眼眶通红的咬住下唇 对不起 你们别问了 夏天姐姐是我学姐 我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什么都不懂 你们别问了 众人哗然 经纪公司急忙发通告澄清 说这场戏是因为我受伤了 才找江燕踢几个动作 还Q了导演 让他帮忙澄清 谁料 陈导居然占了江燕 她是业内鼎鼎有名的大导演 这下轮到我们傻眼了 从那以后 我口碑急转之下 江燕在陈导的提携下 迅速取代了我的位置 甚至更上一层楼 成为圈内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 而我 基本无戏可接 几乎要在退圈边缘了 这次的节目 还是经纪人极力给我争取来的 节目录制地点 在一个海外小岛上 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 用了许多无人机跟踪拍摄 上场前 我特意掏出手机 看了眼直播间的弹幕 夏天脸皮也太厚了 还好意思凑到郑主面前 他本来就不要脸啊 不然怎么能骗我们那么久 害我晚认识了我们燕子一年 啊 我为燕子举大旗 这次影帝肖园也在 镜头给我锁死他们两个 夏天滚粗娱乐圈 我真是看见他那张脸就恶心 撒谎惊 得 没眼看 这么多黑粉 我感觉就算我跳进海里 徒手打死一头鲨鱼 也就不回来 这次参加直播的 一共六个艺人 女生除了我和江燕 还有一个女团成员许欣 男的则是影帝肖园 顶流小声周凯 还有另一个跟我差不多的 胡咔盛泽 其他人都对我爱搭不理 只有盛泽 嬉皮笑脸走过来跟我握手 呀 夏天 多亏你来了 你挨骂最多 我就没那么显眼了 谢谢你呀 我感到很无语 不客气 盛泽和我不一样 我是好人他房 他没房可他 因为本来就是一片废墟 耍大牌 打狗仔 抢影帝肖园戏份 插足别人恋情 盛泽能在娱乐圈活到今天 全因为他长了一张 无可替代的脸 所有人都过来拿东西 副导演在前面 拿着大喇叭喊 这次的荒野求生 力求真实 给大家都发了武器 和小刀铁锹等工具 影帝肖园排在我前面 看见我领工具 笑道 夏天 会用刀吗 许欣扑斥一声笑出来 跟着接话 夏天姐 这里是直播 可没替身给你用哦 等会要抓鱼抓鸟的 你可以叫江燕帮你 弹幕 许欣 我的互联网嘴屁 这种直播很容易露线吧 夏天怎么敢接的 好期待接下来的剧情 除非是给节目组塞钱了 不然这场直播之后 夏天功夫女星的人设 要崩得稀碎 我懒得搭理他们 拿好工具走到旁边 砍下几根树枝 摆一头削尖 准备过一会 拿去插鱼 我正认真的埋头干活 设置组那边忽然乱了起来 你疯了 你怎么咬人呢 快 快把他拉开 天哪 马上叫队一过来 人群乱糟糟的 我站起身一看 原来是两个场务 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 其中一个大叔 把另一个小伙子扑倒在地 咬伤了他的脖子 鲜血流淌 看着很是触目惊心 小伙子躺在地上翻着白眼 四肢抽搐 我看得皱眉 正要走上前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小伙子忽然坐起身 抱住旁边那人的脖子 张嘴就咬 之前的大叔 原本被两个人抱住胳膊 这时候也忽然发力 把其中一个甩了出去 又张嘴去咬另一个 场面一下就乱了 所有人尖叫着 四散逃窜 我握着鱼叉 愣在原地 有点不知所措 这是啥 狂犬病 萧元和江燕 在不远处 合力砍一根树枝 见状朝我靠拢过来 一脸茫然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屏幕前的观众 也看得莫名其妙 这是什么隐藏剧情吗 考验明星的应变能力 感觉不像假的 我看见那小伙子 脖子上雪飙的呀 这节目到底在干啥呀 工作人员打成这样 这得报警吧 我们三人站在树下 最开始的那个小伙子 朝左右看了看 忽然速度极快地 朝我们冲过来 他跑到离我身前 三四米远的距离时 我才看清他的样子 瞳孔骤然一缩 他脖子已经被咬下一半 白色的气管剩下半截 混着鲜血暴露在空气中 这样的伤势 绝不可能还活着 小伙子面目猙獰 大张地嘴朝我扑过来 他嘴角鲜血流淌 牙齿缝上 还粘着细长的肉条 我恶心坏了 正要朝旁边躲 身后忽然有人用力推了我一把 眼看着就要被咬上 我握紧手里的鱼叉 横着朝前一挡 小伙子咬在木杆上 愤怒地瞪着我 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 旁边有几个人听见了 也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其中有一个 几乎被咬烂了半边身子 却还是僵硬地 伸着四肢朝前跑 速度极快 江燕躲到消源身后 尖叫连连 而弹幕也热闹起来了 卧槽 节目组牛逼 这特效做得也太刺激了吧 这是在扮演丧尸吗 荒野求生 便末日生存 哪个大聪明 想的剧本 牛 偷偷说一下 你们刚才有人看见江燕 推夏天了吗 夏天 自己绊倒的好吧 哪里来的黑粉啊 往我们燕子头上扣屎盆子 就是 等明天录播视频出来了 自己去看回放 妈的大黑燕子 到时候人肉你 对不起对不起 可能是我看错了 这几年末日 小说和电影都很火 我一下就反应过来 这些人可能变成了 传说中的丧尸 但是和电影中的丧尸不一样 他们速度很快 动作也敏捷 这边聚集了四五个丧尸 我不敢停留 握紧鱼叉 扭头就跑 夏天 等等我 江燕一边哭 一边追在我身后 这座岛不小 最外延是一圈沙滩 岛屿中间 有一座海拔三四百米的山 山上植被茂密 节目组在山中 搭建了一座木屋 每天任务完成 最出色的小组 晚上可以在木屋里过夜 这间木屋 现在成了唯一的庇护所 我跑得气喘吁吁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尖叫 夏天 救救我 我转头一看 刚才追过来的丧尸 大部分都被我们甩脱了 只剩下最开始那个小伙子 跟在江燕身后 他这时候体能跟不上 跑得慢了点 被那丧尸 伸手扯住了他的头发 眼看着丧尸 咬咬江燕的脖子 萧原只会站在旁边 大喊大叫 让江燕快跑 我忙握紧手里的鱼叉 一个助跑 手里的鱼叉 像镖枪一样 笔直地飞出去 刺入丧尸头部 鲜血见了江燕一脸 他脸色惨白的呆愣片刻 跌坐到地上大哭起来 萧原忙蹲下去抱住他 江燕你没事吧 然后 转头怒瞪着我 夏天 你他妈生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 刚刚这样有多危险 那鱼叉稍微偏一点 江燕就要被你害死了 我 弹幕 对呀 夏天太鲁莽了 自己几斤几两 不知道吗 差点害死我们燕子 前面的你是不是追星 把脑子追傻了呀 刚才要不是夏天出手 江燕已经死了好吗 萧原像是有什么大病 你才有大病 丧尸是假的 夏天刚才那蟒撞的一镖枪 确实真的 不然萧原怎么会发火 对呀 夏天为了红 真是不择手段 我走过去 从丧尸脑袋上 把鱼叉拔出来 一边冷淡地问江燕 你也感觉我多管闲事了 江燕只是哭 说的话模棱两可 对不起 夏天姐 你不要怪萧原哥哥 他都是为了我 我翻个白眼 行 以后再遇见这种情况 我可不管了 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 从最开始的骚乱中 冷静下来后 一个个都往小木屋的方向跑 我们走了一小段路 就遇见了许心和盛泽 看见我们 许心双眼大亮 江燕 太好了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哦 你不知道 刚刚我都快吓死了 许心抱住江燕的胳膊 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 这种丧尸好可怕 速度和力量 都跟成年男子差不多 我刚刚差点就被挠了 你等一下会保护我们的吧 我看过你所有的访谈 你们五孝老师说 你是最有天赋的学生 你同学还说 你能一打五 你真的好厉害呀 江燕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可是他刚刚被丧尸追的 只会喊救命呀 武术厉害和胆子大事两码事 正常人遇见这种情况 都反应不过来呀 他刚才只是没适应而已 对呀 女生胆子小很正常 别说江燕 刚才肖元也被吓得够呛 江燕不自然地笑笑 转开话题 跟许心讨论 什么时候才会有其他人 来岛上救我们 他说完 许心和盛泽却都沉默了 许心抿着唇 好一会 才压下情绪 嗓音颤抖地说道 不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这座岛是太平洋 上一座无人的荒岛 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节目组跟外界联络 都是用的卫星电话 直播用的无人机 是军方设备 和卫星电话一样 也是通过 无线电信号传播的 节目组一共有两部 卫星电话 放在沙滩旁的长条桌上 刚才出事的时候 桌子打翻 一部电话掉进了海里 还有一部电话 被圣泽拿到 圣泽举起手里的 卫星电话给我们看 刚才躲丧尸的时候 摔了一脚 电话摔在石头上砸碎了 江燕和肖元的神色都变了 我抬头看一眼 头顶湛蓝的天空 伸手指向盘旋的无人机 直播还没有中断 外面的人看见 会来救我们吧 对 其他人还在看我们直播 他们肯定知道 岛上出事了 会来救我们的 圣泽继续摇头 不一定 最开始咬人的陈哥 已经连着发烧三天了 如果丧尸病毒有潜伏期 那他在上岛前就已经感染 现在外面说不定 已经全面沦陷了 就算还有大量幸存者 外头肯定也乱成一团 谁还能顾得上我们 见江燕脸色惨白 许欣抱住她的胳膊 晃动了两下 安慰道 江燕姐 其实往好处想 如果外面真的末日了 咱们在这岛上 反倒是最安全的 只要把岛上的丧尸解决掉 我们就能在这里 安心住下来 江燕却拉下脸 把胳膊抽出来 猛地推了许欣一把 你他妈说的这么容易 这么多丧尸 你去解决啊 许欣一愣 眼眶瞬间就红了 江燕姐 你怎么这样说啊 行了 他们平安无事 等会肯定会派人来救我们的 肖元双手放在嘴边做喇叭状 朝无人机的方向大喊 听见没有 快来救我们 大家安心等着吧 他们最晚明天肯定会到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找到小木屋 安全熬过这个晚上再说 江燕这才反应过来 如果末日只在小岛上 那节目还在继续 这些画面 都会被外界的人看见 她立马挤出一点笑容 拉住许欣的手 向她道歉 对不起啊许欣 刚刚是我没控制好脾气 我刚才差点被一个丧尸咬了 情绪太紧张了 没事的 江燕姐 肖元朝我瞪了一眼 岂止啊 刚还差点被夏天一叉子给叉死 我也瞪回去 顺便给予亲切的问候 傻逼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节目组根本就没有想过救我们 总导演看着各种平台上的热搜 和节目播放热度 笑开了花 好啊 节目录制前 陈帅就神神秘秘说 要给我一个惊喜 这就是最新的全系直播技术吧 可真牛 旁边的副导演 摸着下巴沉思 这玩意太神奇了吧 那画面跟真实的一模一样 可是导演 那个全系技术 不是说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吗 这会不会是真的呀 这座岛屿以前是个军事基地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荒废了 我看最近经常有什么 以后要爆发丧尸的新闻 他们该不会真出事了 要不打电话问问 丧尸 你别太离谱 总导演不以为意地挥挥手 你不是看见了吗 卫星电话坏了 放心吧 这是我打爆票 就不可能真有丧尸 我们顺利到达山中的小木屋里 节目组还有几个幸存者 大家在屋子里挤了一夜 没水喝 也没食物 都期待着第二天能顺利离开荒岛 可是第二天 一直从天刚蒙蒙亮 等到快要日落西山 也没人来救我们 丧尸在屋外眉头苍蝇一样走来走去 时不时扑到窗户上 发出猙獰的嘶吼声 我终于忍受不住 我要出去搞点东西吃 顺便去岸边看看 节目组的船知道了没有 有人跟我一起去吗 我握紧鱼叉 把小刀绑在腿上 姜燕眼前一亮 抿了抿干燥的嘴唇 这样吧 我建议男的和夏天一起去 我们几个女的留在屋子里 你们把食物多带一些回来 许欣不解 为什么是夏天去呀 她又不会武术 要去也是你去呀 姜燕姐 对呀 姜燕 我们可全都指望你了 我以前看过你的报道 说你们出国旅游时被人抢劫 你一个人干翻了几个大汉 众人七嘴八舌地吹捧姜燕 我正弯腰系携带 文言扑斥一笑 被抢劫时姜燕只会在旁边尖叫大哭 我一个人揍翻了三四个 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面这事却按在了她身上 算了 她不去就不去吧 谁跟我去 大概我的嘲讽因为太明显 姜燕一下就战红了脸 旁边的许欣听了 立刻跳起来反驳 夏天 你去了也是拖后腿 冲什么英雄啊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你能胡伦回来就不错了 我们可不敢指望你还能带东西 大家一窝蜂地吹捧姜燕 嫌弃我 姜燕尴尬地捏着衣角 就算再怕死 也没办法在此刻说出拒绝的话 没事 我会看着她的 那个夏天 我们一起去吧 姜燕 你真是好心 帮我们找食物 还要照顾这个拖油瓶 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许欣把自己的刀也递给姜燕防身 屋子里一共还有十个人 我和姜燕 萧元 盛泽 出去寻找食物 其他人留在这里 小梦屋有前后两扇门 按照计划 萧元盛泽从前门出去 把动静搞大一点 引走所有的丧尸 然后我和姜燕 再从后门离开 一开始都很顺利 盛泽两人冲出房门后 故意站在原地大喊 你过来啊 等吸引了大部分丧尸 他们俩转头就跑 我和姜燕 刚从后门偷偷离开 姜燕忽然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转头一看 原来旁边的大树下 还站了一只丧尸 大树离我们其实还有一小段距离 我们朝外跑就行 姜燕却吓傻了 在原地愣了一会 忽然转头扑向后门 许昕 快开门啊 许昕不明所以 朝外推开幕门 姜燕姐 你是忘什么东西了吗 许昕一手打开房门 一手撑在门框上 朝外探出半个身体 那只丧尸嘶吼着冲向两人 姜燕尖叫一声 一把扯住许昕的领口 朝外用力一拉 许昕跌坐在地 姜燕趁机关上房门 弹幕直接爆炸 天呐 我看见了什么 不是吧 姜燕为什么这么做呀 许昕可是她的粉丝啊 真的把许昕害死 你们快看 丧尸扑过来了 我好怕呀 直播还不能按暂停 救命啊 许昕完蛋了 Section section 许昕坐在地上 慌乱地拍打房门 呜呜 姜燕姐 你快开门 你快开门啊 可不管她怎么敲 姜燕就是不开 眼看着丧尸扑到眼前 嘴里发出的腥臭味 直冲鼻尖 许昕吓得魂飞魄散 绝望地闭上眼睛 千钧一发之际 我一个助跑 然后凌空跃起 一脚踹 翻了丧尸 卧槽 你们快看 夏天飞起来了 妈呀 她是掉威亚了吗 怎么跳那么高啊 意料之中的疼痛没有到来 许昕睁开眼睛 正好看见我丹西 压在丧尸肩膀上 把匕首从她脑门上拔出来 许昕倒吸一口冷气 夏天 屋后又有几只丧尸冲过来 我一把拉起许昕 别废话了 快跟我走 我拉着许昕的手朝前跑 边跑边回头看 所有的幸存者 都聚集在小木屋里 这附近本身就游荡着许多丧尸 有一部分追着圣泽他们跑了 剩下一大半 都在附近林子里游荡 听见我们的声音 陆陆续续从各种树后窜出来 加入追击的大队伍 这画面太顶了 你们看那个丧尸 肠子都朝外挂着半截 我能透过他的肚子 看见后面的树 啥特效啊能搞成这样 实不相瞒 我也怀疑这是真的 我跟你们说 就许昕那种喳喳演技 刚才的震惊 不解 愤怒 绝望 他绝对演不出来 嘶 芒生 你发现滑点了 许昕确实演不出这种效果 有关部门 能不能派人过去看看啊 观众对节目的怀疑越来越大 我们却一无所知 我拉着许昕 只顾闷头朝前跑 岛上有许多风化的山壁 中间有几条阳长小道 我和许昕跑进山道里 刚拐过一个弯 迎面正撞上五六只丧尸 许昕吓得尖叫连连 身后追着我们的丧尸 也有六七只 前面又有栏路的 两人身处狭小的山道中 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跑 呜呜 夏天 我们要死在这里了 对不起 以前都是我误会你了 你人还怪好的 我不该骂你 许昕紧紧抓着我的手 把身体贴在山壁上 哭得冒出鼻涕泡 早知道我一定好好学习 乖乖回家继承家业 不混娱乐圈 妈妈 我对不起你 呜呜 许昭你这个大傻逼 他妈的还说 这个节目能让我火 是让我直接火化吧 我不想变成丧尸 你记得把我烧成骨灰 撒到海里 许昕边哭边说 机关枪似的 语速还挺快 我不耐烦地 把胳膊从他手里抽出来 站到他身前 闭嘴 吵死了 许昕 站好了一步都不许动 我一只手将他护在身后 另一只手拔刀 出鞘 银色的雪光一闪 冲得最近的那具丧尸 整个头颅 突然整齐地掉落 鲜血似箭 许昕傻愣愣地瞪着眼睛 嘴巴张德能塞下一个鸡蛋 左右又有两个丧尸扑过来 我高高跃起 在空中一个匹刹 左腿踢飞一个 右手把短刀狠狠捅进 另一个丧尸的脑门 丧尸们蜂拥着扑上前 我把短刀五成一道残影 到处是飞溅的鲜血 和轰然倒下的身躯 几分钟之后 除了我们 山道里再也没有能站立的人 一阵风吹过 空气中浓郁的血腥味直冲口鼻 许昕后背贴在墙上 双眼空洞 身体缓缓沿着山壁滑落 跌坐到地上 他大张的嘴巴也终于合上了 妈呀 我从旁边抓了一把野草 擦拭刀上的血迹 要是有两把刀就好了 这刀还是不够快 弹幕已经爆炸 我操 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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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他是就是主 夏天是就是主啊 在厉害的武术指导 都拍不出这种画面吧 我一整个震惊到魂飞天外 夏天是个绝世高手啊 我操 就这身手 需要江燕给他当替身 所以江燕之前 一定是在撒谎吧 别管那个撒谎惊了 我夏天 再打一场啊 我想看 过了好一会 许昕才回过神 忽然从地上一跃而起 激动地抱住我的大腿 夏天 你的功夫好厉害 之前都是江燕 在撒谎对不对 你根本不需要替身 可恶啊 我居然会信了他的鬼话 我把当时受伤 需要找替身的事解释一通 许昕听完 更加义愤填膺 妈的 那个臭女人 你这么好的身手 居然被逼到要退圈 算了 都末日了 我当初在午校时 老师就说我虽然天赋过人 但是经常控制不好力道 出手太重 敬饮一圈以后 我总是处处收敛 现在撒开手大战一场 对方还是丧尸 完全不需要有心理负担 打完真是神清气爽 我们以后 反正要在这岛上常住了 我感觉得 先把所有的丧尸都收拾掉 到时候 大家就能自由活动 比现在这样东躲西藏了好多了 对对对 你说什么都对 许昕抱住我的胳膊 满脸崇拜 我们去找食物的路上 又遭遇了几次丧尸 数量不多 最多也只有零星的三四只 许昕完全不慌了 抱着手臂站在旁边看 看我打到精彩处 激动得给我鼓掌 好 太厉害了 夏天 牛逼 你这腿踢得真高 许昕在旁边手舞足蹈 完全没注意 身后有一只丧尸猛然靠近 我们距离太远 我已经来不及过去就它了 卧槽 又是这种场面 说实话 夏天在 我一点都不慌 它再厉害 又不是神仙 许昕真的要完蛋了 我把旁边的丧尸解决掉 大喊一声 许昕 低头 然后抬手一扬 手里的匕首飞出去 正中丧尸的脑门 卧槽 小李飞刀啊 这是 他之前就江燕 也是这么一叉子 我当时还感觉他莽撞 现在自己抽自己 人家那是自信啊 我妈问 为什么跪着看直播 许昕脸色惨白 拍着胸口 夏天姐 你又救我一命 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不如你就说我 揍小弟吧 哦 你天赋太差 滚 许昕娇滴滴了一个千金大小姐 疯狂崇拜武力之高的人 之前无脑战江燕 现在又舔狗一样舔我 他年纪也小 被他一路滔滔不绝吹捧半天 我心里对他的一股气 也就慢慢散了 算了 跟这种小姑娘 也没啥好计较 山里有一个淡水湖 我和许昕跑到湖边猛灌水 喝得半饱之后 两个人把随身的矿泉水 瓶装满了 瓶子是工作人员随身带着的 就两瓶 屋子里那么多人 到时候 每人只能摊上几口 没事 先把这两天应付过去 到时候 外面丧尸都解决完就好了 许昕很乐观 咱们节目组 总共也就几十号人在这岛上 你今天一下就解决了十几个 我感觉你两三天 就能把那些丧尸清理干净 装好水 我又插了几条鱼 和许昕生起火 做了烤鱼 大概是篝火的浓烟 被其他人看见了 过一会 旁边的草丛里 传出一阵响动 一个人隐冒了出来 萧原 我朝周围扫了一圈 没看见盛泽的身影 顿时眉头一皱 盛泽呢 他出事了 我也不知道 应该没事吧 盛泽跑得快 我们两个后面走散了 萧原气喘吁吁的走到我们旁边 毫不客气的 抢过许昕手里的烤鱼 风卷残云一通 嫌弃的撇撇嘴 这烤鱼咋没胃啊 你没事吧你 嫌没胃 你自个去烤啊 许昕翻个白眼 去抢萧原的烤鱼 萧原往旁边一躲 怒道 你这毛丫头 懂不懂尊敬前辈啊 你什么咖味 搁着跟我大呼小叫 萧原出道早 演技好 在圈里一直是老干部人设 对谁都很有礼貌 他突然露出这副嘴脸 许昕一下子惊呆了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冷笑一声 怪不得之前说 你是靠卖屁股出道的 就这素质 我瞬间瞪大眼睛 身体情不自禁 往他们两个那边凑 你当自己是什么好东西 许昭的年纪 都能当你爸了吧 还不是一天到晚 往他家里跑 呸 许昭就是我爸 呵呵 干爹吧 你这种要凶没凶 要屁股没屁股的 背后得完多花 才能让人家看上 许昕气得跳了起来 两个人大吵一顿 娱乐卷红的黑的爆料 抖出一大堆 我的嘴巴张得比 刚才许昕见我打丧失手 还要大 屏幕前的观众已经妈了 这节目有点东西啊 我哭了 许昕是真的不拿我们当外人 萧元也好牛 他生是疯了呀 以后都不想混演一圈了吗 有可能他们真不觉得 自己还能回来 所以才这么随意 那丧失都是真的呀 不会跑外面来吧 快报警啊 这得有人管吧 两个人吵着吵着 萧元忽然激动起来 他重重一拳 挥在许昕太阳穴上 许昕浑身一颤 瞬间瘫软在地 他们两个距离太近 我又一直处在 八卦的震撼中 根本来不及上前阻止 行了 江燕 还不快出来帮忙 萧元扭头喊了一声 过一会 江燕一手拿着鱼叉 一手握着匕首 探头探脑地 从一棵大树后面走出来 见到我还站在那 江燕大吃一惊 萧元 你他妈傻逼呀 我不是让你先把夏天 解决了吗 两个女的不都一样吗 就你是多 要不是刚才拉圣泽电背 被你看见 你当我愿意搭理你 我站着不动 萧元和江燕 居然又吵了起来 原来我们走以后 木屋里的人 并不清楚 外面发生了什么 在大家的鼓励下 江燕被迫也离开木屋 出来寻找食物 幸运的是 前面的丧尸都被我们引走 他这一路上都没遇见丧尸 走到一半 江燕遇见了圣泽和萧元 圣泽为了救萧元扭伤了脚踝 有丧尸扑上来时 萧元却把圣泽拉过来挡在身前 自己不管不顾的扭头就跑 跑了几步正面撞上江燕 江燕就威胁他 让他来帮忙找到我和许心 然后趁我没有防备的时候 出手干掉我 我在旁边听得好笑 不愧是CP 你两害人的手法也差不多呀 江燕 你是怕许心回去在众人面前 揭破你的真面目吗 江燕一脸防备地站在原地 犹豫地看了萧元一眼 又看我一眼 夏天 要怪只能怪 你挡了我的路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不管我表现得有多好 老师眼里永远只有你 有节目组来学校找演员 大家也都推荐你 明明我比你漂亮那么多 江燕生死力竭 我一脸猛逼 努力表现得好 所以你一直倒数第一 也是努力的结果 那你还怪不容易的 啊 江燕尖叫一声 面色扭曲 夏天 你总是这么高高在上 别人拼命想获得的东西 你轻而易举就拿到了 你知道 我为了这一切 付出了什么吗 陈岛那个死变态 根本就不是人 江燕说着说着 忽然泪流满面 娱乐圈就是一个大染缸 所有人都是无你 凭什么 你就干干净净一身白呀 凭什么 这番话 也许触动到了萧元 她有些惊讶地看了眼江燕 略带同情 原来当初撒谎的是你 你倒是挺能豁得出去 江燕狠狠抹一把眼泪 对 是我 陈岛打电话约你的时候 我就在她旁边 萧元脸色大变 江燕却忽然惨笑起来 别装了呀萧元 我们才是一类人 我们没钱没背景 只能当别人的踏脚石 杀了她 你继续当你的影帝 不会再有人知道 今天发生的事 在江燕的煽动下 萧元大吼一声朝我扑过来 我直接一拳 下一秒 萧元也翻着白眼瘫软在地 就倒在许欣的旁边 江燕见识不妙 转头就跑 你们在干什么 就在这时 远处有几个人影朝我们跑过来 周凯冲在最前面 一脸兴奋地挥舞着手 有船来接我们了 有船来接我们了 原来拍着拍着 节目组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事关这么多大明星 节目组不敢马虎 花仲金请了一群 鹤枪实弹的雇佣兵 让他们到岛上来查看情况 我们在这耽误的大半天功夫 节目组的人 已经顺利和那群雇佣兵会合了 周凯气喘吁吁 冲到我们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 夏天 你刚刚为什么打萧元 我还没解释 江燕已经误咽着 扑进周凯怀里 是他 都是他 他害了许欣 又想杀我们灭口 江燕把刚才他和萧元做的事情 都栽赃在我头上 编了一段故事 我拉许欣垫背 怕他说出经过 还杀人灭口 正好被他和萧元撞见 我就索性连萧元都害了 他爆发出有史以来的演技巅峰 声泪俱下 赶天动地 我都看傻了 江燕 你搁这眼啥呢 天上有无人机直播呀 你忘了 我伸手一指 那架无人机 却正好飞到一棵大树后面 江燕抬头一看 天上空荡荡的 除了蓝天白云 啥也没有 他顿时大喜过望 太好了 连老天都在帮我 周凯 你一定要小心夏天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倒了 我挥拳打萧元的时候 正好被周凯撞见 证据确凿 江燕现在又当红 在演艺圈人脉也比我好 大部分人都站在他那边 把他带回去 交给警察 周凯非着脸 让人把许欣和萧元 背到船上 我总不能让他们 把我一个人丢倒上 只能先乖乖配合 几个工作人员对着江燕 又是一顿拍马屁 我们刚在路上 见到一地的丧尸尸体 都是你干的吧江燕 你可太牛了 江燕扯了扯嘴角 满腹心事地看着许欣 被人抱进船舱 萧元如果醒来 肯定是站在他这一边 可是许欣呢 绝不能让许欣活着 雇佣兵都带了枪械 很快就把岛屿清扫一遍 还找到了身受重伤 昏迷不醒的盛泽 盛泽也算运气好 在丧尸扑上来时 拼命地反抗 瘸着一条腿跑了 他一个人朝山崖上跑 为了躲避几只丧尸掉了下去 正好掉在那一堆 我杀的丧尸尸体中间 那里尸绣浓郁 其他丧尸并没有靠近 一伙人死得死伤的伤 五六十个工作人员上岛 现在离开的时候 活着的不足十个 大家都很沮丧 一个个躲在船舱里 沉默地不说话 我被绑了双手 丢在一个舱房里 也没人管我 我靠着船舱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到一半 感觉有人捏手捏脚地进了舱房 我立刻警觉地抬起头 江燕握着一把匕首 站在舱门旁边 笑得一脸得意 大师姐 够警惕的呀 是你呀 怎么 要杀我灭口 江燕一条眉毛 猜对了 等你和许欣死了 这世上就没人知道 我干的那些事了 哈哈 你是傻逼吗 江燕 你在小木屋门口 害许欣的时候 添上好几架无人机呢 现在外面早都炸开锅了 你回去以后 许欣的家人 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 别吓唬我了 哪有那么多无人机 何况小木屋旁边 那么多数挡着 无人机根本拍不到 江燕根本就不信 其实当时情况紧急 我也没注意 有没有无人机 拍到他害许欣的画面 不过吓一下他而已 江燕走到我面前 把匕首对准我的胸口 用力往下一捅 刀尖停在胸前一寸 他哈哈大笑 敢用刀背拍了拍我的脸 不过你放心 我现在可舍不得你死 我会先去杀许欣 到时候再把你的绳子割断 就说是你杀许欣灭口 我就喜欢看你在媒体前 摆口莫变的样子 曾经的一线女星 成了杀人犯 你说你在监狱里 其他人会不会好好照顾你呢 江燕大笑一阵 又说了一堆废话 洋洋得意地走了 他想杀许欣 却没那么好下手 几个受伤的人 都在一个船舱里 还有随行的医生看护 江燕犹犹豫豫几次 都没找到下手机会 不过庆幸的是 对于说许欣伤得很重 有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 江燕顿时松一口气 船很快就靠岸了 我们一下船 媒体的摄像机 就像长枪短炮一样对准我们 快看 他们出来了 陆队长 请问你们真的杀了丧尸吗 岛上真的有很多丧尸吗 有没有带一个活的丧尸回来 以后会有世界末日吗 众人勇去采访雇佣兵的领队 他冷冷地摆了白手 涉及军事机密 无可奉告 大家不敢再问 又一窝蜂地跑来采访我们 只是还不等记者们开口 江燕已经当着媒体的面 开始把事情哭诉一遍 他身上披着一条毯子 头发凌乱 脸色苍白 一双无辜的性眼里 蓄满了泪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 老师常说 江燕一边摇头一边哭 你们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人在那种情况下 自私的逃生是本能 我相信夏天姐不是故意的 江燕哭得梨花带雨 同行的其他节目组人员义愤填膺 所有的记者却出乎意料的沉默 江燕继续哭哭啼啼 可怜许欣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 医生说就算醒来 要么失忆 要么精神错乱 他今年才19岁啊 好家伙 怕许欣恢复以后说真话 江燕哥这就开始埋伏笔了 沉默 回应他的是继续沉默 偶尔还有几个记者紧没弄眼 江燕也开始感觉到气氛不对劲了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记者转看向我 夏天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冷笑一声 听他放屁 哼 死到临头 还在这边大放厥词 早在江燕哭诉的时候 萧元就已经醒了过来 他从担架上撑起身体 用力握住身旁医护人员的手 辛苦了 多谢你们跑这一趟 可嗨嗨 夏天 我自问以前也没什么得罪你的地方 没想到你会这样害我 萧元垂着头 神情失望 眼眸中有愤怒委屈和不解 演技精湛到 可以直接拿奥斯卡 听他这么一说 节目组其他人纷纷激动起来 果然是夏天害人 萧元都这么说了 肯定不会有错 夏天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所有记者都憋着一副 想笑不敢笑的样子 肩膀乱颤 一会看萧元 一会看江燕 眼神忙忙碌碌 片刻不停歇 江燕和萧元开始飙戏 人羞愧而死 周凯在旁边虎视眈眈 夏天 你自己去跟警察自首吧 海岛不是法外之地 江燕也是一脸诚恳 夏天姐 你去自首吧 我会帮你求求萧元 让他原谅你 争取给你少盼几年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扑扑 哈哈 有人领头 其他记者再也憋不住 纷纷捂着肚子大笑起来 一边笑 一边朝江燕竖大拇指 牛逼啊 这演技 江燕脸色一白 不明所以地看向众人 你们笑什么 你们到底在笑什么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有人举着手机 把无人机拍到的画面 播放给江燕看 萧元 你他妈是傻逼啊 我不是让你把夏天解决了吗 你不知道 陈导有多变态 萧元 我们才是一类人 断断续续的声音 通过话筒放大 在场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江燕脸色惨白 再也承受不住这种精神压力 身体一软 昏倒在地 萧元瞳孔放大 不可能 那里怎么会有无人机 我当时看过 没有的 没有无人机的 假的 这都是假的 诽谤 有人诽谤我呀 但是已经没人搭理他 医护人员凑过去看完视频 也嫌弃地把单价摔在地上 很快 有警察过来 把节目组的人都带走了 资本是最现实的 两人还在托关系走人情 却不知道 第一个收拾他们的 就是原来的经纪公司 所有的合同都被解约 两人除了负刑事责任 还要赔偿天价违约金 而众人肆无忌惮 在镜头前面爆出来的瓜 引起了娱乐圈的大地震 陈岛迅速被税务部门击查 很多原先追星的粉丝 也纷纷脱粉回彩 真没意思 一个个表面光鲜亮丽 背后居然都这么恶心 对呀 谁能想到呢 我粉了萧原十年啊 哎 算了 都是人设而已 关心那些明星 不如好好想想 末日来了该怎么办 这次在海岛上 官方已经确认了 是以前残留的军事实验材料变异 导致节目组的人变成丧尸 现在那座小岛被封 读员并没有留到外面 但是很多人已经感到害怕 都开始囤积粮食 锻炼身体 我武术女星的身份 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许欣和盛泽醒过来以后 我们一起在镜头前接受采访 盛泽耸耸肩 当初我没抢萧原的戏 他自己没当期 导演才找的我 我也没劈腿 我跟那女明星都不熟 算了 和你们说也都不信 我估计要不是有直播 这次你们也不会信我 许欣也心有气气 哎 这次的事情也让我很失望 娱乐圈什么都是假的 到底有什么是真的呢 我从他手里接过话筒 精力可以编造 人设也可以造假 但是自己学到的本领 永远不会辜负你 很多人容易被光鲜亮丽的东西 所迷惑 而忽略了事物的本质 有时候你确实没有能力 分辨美好的谎言 那就记得 让自己变得更好 有更丰富的学识 更健康的身体 花在自己身上的精力 才是最真实的